颜色鲜艳的火龙果还是飘着香味的百香果 这一些都是台湾中南部小农生产的在地水果 透过板桥邮局及台湾邮政协会所经营的邮政商城平台进行贩售 而为了关怀更多的弱势族群 绿衣天使们购买这些农产品 捐赠给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用来关怀街友以及独居长辈 这次我们非常难得有两个团体 一个是独居长者 一个是我们的街友的这一块 那其实对于独居长者 我们中华邮政包括我们板桥邮局 长期都有在做一些关怀跟服务 那这次最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结合了 我们在邮政商城的一些在地的小农的一些农产品 我们把南部的火龙果 百香果 我们特别来作为一个捐赠的物资 让我们的独居长者或者是让我们的街友 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能够吃到这样台湾这么好的一些水果 透过这个平台我们就看到 我们更多的企业 包含我们今天的板桥邮局 响应这样一个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所以提供他们各式各样的一些物资 那对这个爱心大平台 我们在操作过程里面 我们就要兼顾非常多不一样辛苦的对象 譬如说这一次我们就特别针对 我们的独居长者 因为秋冬马上就要来临了 所以他们可能也需要一些特殊的一些关怀 除了当令盛产的水果之外 还有调理包 保温瓶等等的物资 为了能够符合独居长辈和街友们的需求 板桥邮局事先做了调查 希望这份礼物能够送到新坎里 也能够带来实际帮助 对它比较实用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 好像料理包啦什么这个水果 这个还可以 新北市社会局表示 板桥邮局不只是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捐赠的常客 并且主动媒合其他企业加入捐赠的行列 让这一份爱心更扩大 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温暖新北市 数位天空新闻 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 新北市场辈资的行列